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了他们的第一次这个董事会的会议 在会议当中面临的是严厉的质问和批评 在这个会议室当中挤满了包括了家长老师 公共教育的倡导者 而他们所提出来的不论是质问或者是批评的声音 甚至于大过了主持会议的这个主席 那么的包括了像是对于新任团队的信任度 他的透明度 他改革目标 29所学校未来的发展 还包括了新任的Super Nintendo Mike Miles 他的资格问题 因为Mike Miles还没有TEA 德州教育局给他的certificate 他并没有有效的认证 在现在这个certificate在Mike Miles是过期的 他还没有拿到 好 那么Miles他在担任代理主管期间 他每天可以获得HISD付他1500美元 而在这个搬迁 他由达拉斯正式搬到我们Houston来 将可以获得25000美元的搬迁搬家费 而在昨天的HISD第一次新任的管理团队的会议当中 大家争议最多的就是未来他们更改了会议的日程 不再像以前HISD的董事会 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四举行例行会议 他们现在取消了 不再像以前这样子做 那么原因是什么 在昨天的会议当中 没有听到新任HISD的董事会 或者成员有任何的解释 好 下边我们再来看美国其他方面的新闻 国务卿布林肯表示 沙伏地阿拉伯并没有被迫在华府和北京之间做出选择 美国和沙伏地这两个长期盟友面临紧张关系之后 最近已经有了和解的气氛 布林肯是在沙伏地的首都利亚德 结束了他为期三天的访问时 与沙国的外交部长沸涩一起公开出现 对于沙伏地和中国的关系升温 布林肯否认这对美国来讲是一个问题 那么在现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昨天结束了沙伏地阿拉伯的访问行程 在期间他与沙伏地方面讨论了 包含伊朗苏丹区域基础建设 一直到沙伏地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等议题 但是在美国的媒体方面则认为 布林肯在这一次的收获还是有限的 而国务卿布林肯在结束了沙伏地阿拉伯的行程之后 也呼吁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不要破坏巴勒斯坦人建国的愿景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说 布林肯在结束了沙伏地的行程后 与纳坦雅胡同电话 讨论透过与地区国家关系正常化 来让以色列更能够融入中东 那么电话当中呢 他也呼吁以色列总统 希望他不要破坏巴勒斯坦人建国的愿景 好 接着再看到的呢 这是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在昨天通过了法案 支持剥夺中国在一些国际组织里的 开发中国家的地位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无意义通过这一项 终止中国开发中国家地位法案 依据这个法案 美国国务卿需要致力 改变中国在国际组织内的 开发中国家的地位 法案提案者说 开发中国家地位 让中国得以在一些国际组织 或条约当中 可以享有特殊的优惠待遇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的呢 就是前美国总统川普啊 川普现在因为机密文件案 被起诉之后 他可是创下了国家总统史的新记录 以往无论是在任的 还是卸任的 美国总统从来还没有人 被司法部起诉过 而川普成为面临两次刑事指控的第一人 不过宪法专家则说 即使川普再开先例被定罪 他还是可以竞选 并且仍然还是可以当选美国总统 与此同时 川普还是再次的宣布 宣称他自己是被政治打压 而且第一时间就要求 他的川粉们赶快捐款 捐款呢 要挺自己 不要只是说说 光说不做 所以要求他的川粉们 不要光说不列 赶快捐款 好 接着看到呢 美国联邦参议院布莱克本 与华纳在昨天提议禁止 联邦航空总署FAA 购买或使用中国所制造的无人机 这一个提案 也会禁止航空总署提供联邦资金 给中国和其他数国的外国无人机公司 在参议员布莱克本说 联邦航空总署正在使用 十多架由中国生产的无人机 这两名参议员所提的禁令 也适用于俄罗斯 伊朗 北韩 威内瑞拉和古巴所制造的无人机 再来呢 我们就要看到了 关于这个学生贷款 现在要还款 恢复利率往上升了 所以在现在看到呢 随着债线协议生效 数千万售贷款人 将要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困境 利息节节上升 国家的经济可能衰退 让人也担心大批年轻人 会被经济重担压垮 而学生贷款还款恢复利率上升 大批借款人 现在专家说将会难以偿还 好的朋友们带给大家 这是在美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剑 下边关心国际方面的报道 第一个呢 先看到的 这是在斯德哥尔摩的消息 瑞典总理及国防部长 在今天表示 瑞典将会正式加入NATO 在这之前要率先开放北约国家军队进驻 瑞典领土 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 瑞典就在去年申请加入NATO 但是土耳其和匈牙利反对 使得瑞典耽搁了入会时间 目前瑞典希望能够在下个月 在立陶宛举行的北约峰会召开前 可以加入 另外呢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在昨天在积极工 与德国总理肖兹会晤 共上意大利德国行动计划 会后的联合声明中 梅洛尼说 两国达成协议将聚焦 外交文化和法治等 五项战略领域的合作 希望能够在年底 在德国举行的政府峰会上面 可以通过 那么联合声明中说 梅洛尼表示 希望加强和深化双边的对话 也要归功于 意大利德国行动计划 基本上达成了协议 那么他也强调 要一个新的稳定成长公约 关于过去欧盟定定的 稳定成长公约 都同意 旧规则都过时了 必须要寻求新的规则 来支持成长 下边看到首尔的消息 中国驻韩国大使日前与韩国最大在野党党魁会面时 说赌中国输的人之后一定会后悔 被认为是针对韩国外交政策 对此韩国外交部也因此召见了中国驻韩国大使并且表达强烈的警告 中国驻韩国大使是在8号在与韩国的最大在野党党魁会面的晚餐时提到了上述的说法 而这次发言现场不仅开放媒体采访 还透过YouTube直播 那么在现在则表示则在这样子的媒体前面的词语让人没有办法做事不管 所以韩国外交部对此提出强烈警告 接着看到日本 尽管受到在野党和人权团体的反对 日本政府修正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 在今天通过生效 未来将允许政府将申请难民身份多次失败的申请者可以驱逐出境 这一项修正案通过前 不论申请难民身份的人是第几次申请庇护 都可以在结果出炉前留在日本境内 因此就有人一再重复申请 避免被驱逐出境 现在日本修正了他的入境管理法 难民申请三次失败就会被驱逐出境了 而日本政府也在今天宣布 德仁天皇夫妇将会在这个月出访印尼 这会是他2019年即位以来的第一次国事访问 日皇德仁和雅子皇后 因印尼总统佐科威的邀请 会在这个月稍后访问印尼 佐科威在去年访问东京时 他就邀请了日皇夫妇访问印尼 接着我们再看到亚加达的报道 在之前有媒体说 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的指标工程 就是印尼亚万高铁通车日 可能由8月延到明年的1月了 对此印尼海洋事务和投资统筹部长卢胡特 则在今天说 亚万高铁8月是会如期通车的 在印尼交通部和三名顾问 已经否决了亚万高铁8月通车的计划的报道 在现在已经被就是印尼 在这个关于投资统筹部长方面 已经正式的否定了 接着我们再看到的呢 就是在伊斯坦堡的消息 土耳其总统艾尔段在今天任命 前美国金融圈高层埃尔康出任 土耳其中央银行总裁 埃尔康将要对付土耳其居世界高位的通货膨胀率 并且他还会是土耳其第一位女性央行总裁 埃尔康曾经担任美国加州地方银行 第一共和银行的共同执行长 以及美国高盛集团的董事总经理 已经展开第三届总统任期的埃尔段 在日前公布新的内阁名单 其中任命前华尔街主要正确 美林公司的经济学家西姆谢克 出任新一任的财政部长 而在现在呢 也公布了就是埃尔康的任命 埃尔康将会正式的接棒前任央行总裁 考折欧鲁的职位 而成为在土耳其央行的第一位女性总裁 下边我们再看到的呢 就是在哈瓦那的报道 就是美国媒体说 中国已经和古巴达成了协议 中国方面将会在加勒比海岛国古巴 建立情报基地 对临近的美国进行窃听 哈瓦那当局已经在昨天 驳斥相关的报道 而对此这个美国媒体的报道 美国白宫方面也说内容是不正确的 下边我们看到的是和天后相关的 我们都晓得今年这个开始的是圣阴现象 El Nino 现在是在今年卷土重来了 可能在稍晚会引发极端的天气 对于脆弱的太平洋岛屿会带来热带气旋 也会让南美洲下起大雨 并且会让澳洲亚洲部分地区陷入干旱 根据在现在的气候预测 现在经历了三年的反圣阴 El Nino 的气候模式 导致气温升高的圣阴现象 这会儿卷土重来 反圣阴通常会比较降低全球气温 但是圣阴现象会使得全球的温度会高 往上升长 有可能会创下历史的记录 而在年底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担任主席 也同时是阿布达比国家石油公司执行长的贾比尔 也在昨天承认 减少石化燃料的使用是无可避免的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 第28次缔约方会议召开前6个月的气候技术会谈期间 他在场外说化石燃料的逐步减少是不可避免 在现在他也为COP28的规划辩护 他当中就包括了全球共同目标 是在2030年前将可再生能源增加三倍 把能源效率提高一倍 要让干净的氢气多一倍 他的评论发表之际 联合国气候谈判的众多参与者和观察员都呼吁 贾比尔要明确的承认停止使用化石燃料的重要性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任何一次COP会议 能够以书面形式白纸黑字的列出 停止使用化石燃料的目标 好朋友们带给大家这是在国际方面的重要新闻 美国和国际新闻之后呢 我们再一同和您关心的将是来自两岸方面的重要消息 先看到中国国防部在今天宣布 中国跟俄罗斯两军在今天通话 确认俄罗斯方面将会应邀参加中国方面所组织的北部联合2023演习 俄罗斯在去年入侵乌克兰之后 中国还是应俄罗斯方面邀请派军队到俄罗斯东部战区参加联合军演 另外呢 美国参议院外委会通过取消中国发展中或者说开发中国家的待遇法案 将会送到参院全体院会表决 对此中国政府在今天抨击 美国方面的用意是为了阻止中国发展 但是这件事情可不是美国说了算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那么指出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地位 具有充分事实依据 也有坚实的国际法基础 不是美国国会的一纸法案就可以一笔勾销的 下边我们看到中国驻韩国大使 他表示韩国在美国和中国关系的博弈中或许下挫堵住 他也呼吁韩国要停止与中国脱钩 恢复经济与外交关系 并且要切实尊重中国方面在台湾等问题上的核心关切 根据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发布的声明 谈话当中 他表示当前中韩关系遇到不小的困难 而责任不在中国方面 他要求韩国尊重中国的核心关切 台湾问题就是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也关乎到中国和韩国关系的基础 希望韩国方面能够遵守承诺 切实尊重中国方面在台湾等问题上的核心关切 接着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 在现在中国5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年增0.2% 创下了2021年2月以来的次低 生产者物价指数PPI 绵续第8个月衰退 年减4.6% 创下2016年3月来新低 两项数据现在表现的是 经济似乎预振乏力 仍然还有通货不是膨胀 而是缩紧的风险 而在中国年轻人 现在失业率也超过了20% 创下新高 在国外的媒体说 中国政府对科技和教育业进行严格的监管 服务业又受疫情重创 使得年轻人陷入求职的困境 年轻人失业率高 将会对中国构成重大的经济 还有政治方面的挑战 在现在为了要促经济 或者说能够促销增加这个经济 商务部 中国商务部就在日前宣布 6月起将会就是展开为期半年的 汽车促销的这个活动 将会选取100个城市向下带动 促进在汽车方面的消费 要求业者推出购车优惠举措 地方要推出补贴等支持的政策 并且要鼓励金融机构 推出汽车信贷支持 在现在这个通知 中国商务部要选取特色鲜明 优势互补的大约100个城市 形成百城联动重点活动清单 会聚焦这个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 也会要各地充分发挥 摆坐城市的带动作用 聚焦新车销售 二手车交易 报废更新 以旧换新 汽车后市场等内容 因地制宜的打造系列汽车展销活动 全链条全过程 来促进汽车方面的消费 好 我们在这个经济啊 受到的影响不光是个人 或者是这个 各私人企业 国家或者是政府 也同样的受到影响 在中国地方财政恶化下 债台高竹的广西壮族自治区 在官网发布征求公开意见的管理办法 在当中就明定不再承担国有企业的债务 而且说这个日后啊 谁举债谁负责 也就是冤有头债有主 这不是我们举债 别找我们负责了 好 接着我们再看AI 现在是这个趋势势不可挡 那么它的法案管理要怎么办 人工智慧技术蓬勃发展 被广泛运用在多个领域 现在中国官方终于决定要出手监管 将会制定中国首部人工智能法 草案预计将会在今年内 要提醒人大常委会来做审议 而中国相关部门 也在昨天批准了针对 XBB变异病毒株的疫苗 投入了紧急使用 而中国民众将预计 未来在一到两个月 就可以开始接种了 好 最后我们看到香港 在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 在今天表示 香港历经三年多的COVID-19疫情后 现在进入了开放的新格局 李家超表示 香港有条件协助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在现在呢 他说金融合作方面 大陆与香港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 不断深化和扩大 香港会继续扩大和优化 约大陆各项互联互通计划 包括了研究允许 在香港的股市增加人民币股票交易柜台 商讨在香港推出中国国债期货的 好的 朋友们 这就是带给大家 这是我们今天中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健 接下来焦点将转到台湾方面 台北的新闻主播将接棒 继续为您播报 德州的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阳广主播张旭华 在台湾的消息方面 蔡英文总统今天前往高雄 续勉空军防空际飞弹指挥部 即南部区域作战管制中心 及陆军八军团指挥中心 总统感谢国军在端午廉假期间 坚守纲位 让国人安心过节 总统表示 他在2017年也曾到第八军团 当时尼沙汉海棠两个台风 连续侵扰台湾 他到此处的灾害应变中心 掌握风灾动态 也对国军全力支援救灾的付出 印象深刻 而且不论在疫情或抗旱期间 国军都展现出保家卫国的精神 总统说 各位除了战备征询和教招训练 在疫情期间也协助防疫的工作 那么最近配合中央抗旱的政策 我们公益部队也投入 这门水库的清余工作 那么各位的努力都充分地产生出 我们国军保家卫国的精神 总统并指出 为了有专业 精神的国军守护国家及人民 这几年来 政府持续推动各项改革 让部队的训练更扎实 管理制度更友善 他并强调 国军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政府也会做国军兼实的后盾 台湾的MeToo从政坛向外延烧到媒体 行政院长陈建仁今天出席 第八届铁路便当节时受访表示 没有人愿意看到任何性骚扰 或性侵事件发生 由于已非单一个案 因此需要更全面 更有系统的来解决 他也在蔡英文总统宣誓改革之后 通灵各部会加强三大工作 据性别工作平等法 性别平等教育法 与性骚扰防治法等性贫三法的修法 也将于立法院下个会期开议之后 立即送入国会 陈建仁说 第一个就是我们来做好 相关性骚扰的指引 第二个就是要建立 一个有效可靠 而且可信任 可信赖的 申诉管道 第三呢 就是要做跨部会 性贫法规的修正 至于性贫商法的修法呢 我们已经会在下个会期 一开议之后呢 就立刻送进立法院 也希望朝野党团呢 能够支持 让我们来避免任何伤害的发生 也让每一个受到伤害的人 都能够被安全的接住和保护 对于台北市议员中佩军揭露 曾经被网路红人朱学恒抢吻 朱学恒道歉并解释当时是喝醉断片 没有印象 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燦今天受访时表示 朱学恒的态度很难被社会接受 郑文燦表示 观察国外经验 密兔事件掀开过去没有被处理的性贫事件 政府正持续改革性贫 包含将性骚扰样态做成指引 同时参考专家和国际做法 建立一个友善 直接可信赖的外部申诉机制 这是必要的机制转换 新北市板桥某连锁私立幼儿园 爆发教保人员为幼儿管制药品事件 目前已经验出有八名孩童体内有 微量本八笔妥残留 新北市长侯友宜八号晚间为此两度鞠躬道歉 不过大罚声浪持续 侯友宜今天受访表示 新北市府做的不够多不够好的地方会反省虚心检讨 并协助家长幼童各项需求继续捍卫幼儿安全 他也表示幼儿园老师做出令人发指的事情 市府不会轻易放过 将向该园所属连锁业者追查民事和刑事责任 新北市政府今天临时召开记者会说明处理进度 新北市教育局长张明文表示 已经在八号晚间举行一对一家长咨询会 就儿童药物临床心理资商 法律层面提供专业资商 张明文说 第一个是医生 第二个是心理资商师 我们特别邀请了临床心理师 来针对家长来做相关的说明 后来家长还特别关心到法律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特别提了法律的专业 因为这样的一个咨询 它牵涉到隐私 对于家长来说 他个人的一些检验报告也好 或是他个人的问题 他需要一对一来了解 我们在前两天我们就整个做了讨论 我们觉得说一对一 对于家长的一个帮助 或是他的需求 家长需求是最大的 目前新北市府已经将该幼儿园撤照 并勒令停止营业 外界质疑新北市府处理慢半拍 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今天表示 幼儿园喂药案不应该拖延25天 教育部五度提醒新北市府后 才做出撤照处分 政府将给予八名验出 有药物残留的幼童 妥善医疗照顾 同时要检讨行政程序 是否涉及怠惰 继续来关心的是 朱信台商等人认为 诽谤罪抵触人身自由 言论自由 比例原则 法律明确性原则 平等原则 及自意禁止原则等疑议 因此申请释宪 宪法法庭今天做出 112年宪判自第8号判决 新法诽谤罪何限 是自第509号解释 应该予以补充 宪法法庭判决主文指出 新法第310条第三项规定 对于所诽谤之事 能证明其为真实者不乏 但涉于私德而与公共利益 无关者不在此线 也就是说所诽谤之事 若涉及公共利益 就算无法证明其为真实 只要在发表前 确实经过合理查证程序 依所取得的证据资料 客观上可合理相信 其言论内容为真实者 便符合不乏的条件 至于是否符合 合理查证的要求 应该充分考量 宪法保障民喻权 与言论自由的意志 并依各案情节 做适当的利益衡量 判决主文认为 在上述前提下 诽谤罪并未违宪 宪法法庭审判长许宗立说 于此前提下 刑法第310条及第311条 所构成之诽谤罪处罚规定 整体而言 即为违反宪法比例原则之要求 与宪法第11条 保障言论自由之意志 上述无为 于此范围内 司法院四字第509号解释 应于补充 许宗立表示 整体而言 为违反宪法比例原则之要求 与宪法保障言论自由的意志 于此范围内 司法院四字第509号解释 应于补充 教育部今年度青年海外和平工作团计划 将在暑假期间 补助700多位青年 从事海外志工服务 蔡英文总统今天在总统府 接见志工代表 并授予青年海外和平工作团旗帜 总统感谢许多志工伙伴 在疫情期间秉持服务的心 利用线上方式继续服务 让海外任务没有因此中断 而在各国陆续开放国境 交流逐渐恢复之后 教育部在今年暑假 总共补助73个团队 732人进行海外志工服务 另外有4位将进行 3个月以上海外长期志工服务 服务地点涵盖亚洲 非洲 欧洲等20国 其中8成志工是前往新南向国家 总统指出青年志工接下任务之后 不只要远赴海外 还要克服语言隔阂 生活习惯和文化差异 虽然挑战很多 但他对大家充满信心 一定可以顺利完成任务 总统也期盼志工回国之后 能将服务经验透过社群分享出去 如此不仅可以鼓励身边年轻人 投入海外志工行列 也能为社会带来更多的正面能量 第八届铁路便当节今天起一连四天 在台北车站盛大登场 除了有海内外上百款铁路便当美食 还有各式铁道文创商品和铁道观光行程 行政院长陈建仁也在交通部 找王国才的陪同之下 出席开幕致辞 并肯定铁路便当节 以生态标章认证的国产食材入菜 搭配绿色铁道旅游 符合联合国SDG永续发展的目标 王国才表示 台湾在意后兴起的铁道旅游 是吸引国际旅客到访的重要元素 而铁道便当则是铁道旅游 不可或缺的一环 他说 台湾铁路总共有大概240个车站 都是地方的进化区 几乎都到每一个地方的中心区 所以它等于串联所有我们各地 最重要的核心地带 也串联各地的文化观光 所以我就觉得铁道旅游 是我们现在做观光旅游很重要的角色 但是铁道旅游里面没有台铁便当 也会相形失色 所以我们把台铁便当 当作台湾美食的一个代表 用美食把这个观光串起来 由于今天也是台铁局136周年局庆 陈建仁也祝台铁局生日快乐 同时期许台铁明年公司化之后 能够让台湾的国英铁路 更加欣欣向荣 蒸蒸日上 也为民众提供更便利的服务 同时促进经济发展 充实国家资本 成为国际铁道事业的楷模 以上就是今天的台湾重点新闻 谢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